我妹妹年薪的时候是个裁缝 因为要供她的哥哥和弟弟上学 中学没念完就辍学了 所以裁缝是她的第一份工作 她会做衣服、刺绣、织各种东西 有了我姐姐以后搬到市里 她就没怎么做过衣服了 后来有了我 老家的人说她命不好,生不出儿子 几年后,我听说父亲终于有了个儿子 然后我有了继父 但我已经离开了那座城市 这些年我在各种城市漂泊 有时早上醒来 半梦半醒之间会分不清我在哪里 你为的冬天很冷 我总会想起海边的家乡 我曾经以为我所拥有的人生都只有一半 就像我妈妈一样 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过衣服了 却好像一辈子都在缝合着什么 我不知道她没能选择的人生是不是会更好 可大多情况下 我们也只能看到事物的一半而已 就像我们永远看不到月亮的另一面 不过她年轻的时候 真的想成为一个裁缝吗 MING PAO CANAD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